可以看得出來從這個20檔的加速當中 似乎也有6、7成左右有填席 那到底是為了我們的稅要省稅呢 還是我們的席值要賺在口袋 那這真的是不能像一刀兩斷 要參加就參加或不參加就不參加 應該要用什麼樣的一個態度來看待波浪大使 對 當然基本上就是如果以利害 如果輝帆也舉過很多 就是說因為每一個投資者 他本身的處境不同 有些他儲存息他是有利的 就是小額投資或者說 他本身沒有一個名目上的收入 這一些事實上你的填席只是說 你的儲息是可以退得少 我們說一半減你退得少一點 但是還是退啊 對不對 以前是退100塊給你 現在就剩下退50 但是還是賺50 因為你本來就沒有繳稅的那樣的一個要件 所以事實上要不要儲存息每一個人他的立場是不同的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你要考慮 你說你繳稅或者說這個儲息對你是不利 但是如果你再加上未來股價的變化 那你就總不能為小錢去捨大錢吧 如果你覺得未來行情是好的 它會大漲 那你總不能為了氣息丟光股票 這個也是不治之局 那反正所以財政部他一點都不擔心 為什麼張三不要李氏也要嘛 反正市場永遠就是有人持有股票 不會是空投戶不會嘛 都都有 所以只是張三角或李氏角都沒 都對財政部來講都一樣都沒關係 那個人就是為自己著想就是說 你覺得你除泉洗對你是有利 那你就去除泉洗吧 沒有說一面倒的要啦或不要那是意識形態 我不主張這一種講話 大家都棄藝圈 然後轉身一個穿太陽都不行 我說這樣這不是理性的論述嘛 這是一個意氣用事 那個是不對的 應該是說你有利那你就去除嘛 不利什麼叫有利什麼叫不利 每一個人你的算盤撥一撥就知道 你如果也不是單一 如果你單一只算稅的問題 那事實上你投資股票是有 未來價差投資效益的問題嘛 所以這整個種種 當然很多 當一般投資大眾都不要的時候 那就大股東 那大股東還得了啊 他繳那麼多 當然他也有他因應之道 但是有些他是避不掉的 他還是得繳 但是他一定吃了虧嗎 未必 那如果以現在的角度來講 台股在過去這兩三個月 老實說也修正的夠多了 很多股價也都跌到很低 那你說那就代表什麼 很多投資人手上幾乎沒有 就是說氣息的 事實上應該叫做氣股啦 連股票都不要了嘛 那你當然沒有全息的問題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未來的儲存許填錢許 我這樣看喔 如果以現在來看 我覺得未來填錢許 就是個股啦 不管是誰早填晚填都會填的機會比較大啦 因為股價本身 它已經低了嘛 這是重點 股價已經低了嘛 所以這是case by case 股價為什麼低 就是大家該賣的都賣了嘛 不是都是集中在少數人 對不對 我去繳喔 那當然我會從股價要回來嘛 所以簡單的說 這裡就是一個比較底部現象 籌碼比較集中的現象 那對未來的填禧之路 當然是正向的發展 OK 所以喔 真的有時候應該說是case by case 你那家公司 它的本質 它的股價 它的成長性嘛 那還有看看你自己嘛 對不對 你自己有本事就是可以在比較 只要利益 就應該說稅比較低的情況之下 那也是 總是也要有人除嘛 對 你總不能因為要繳稅而不領薪水吧 你說老闆啊 我來上班不領薪水 為什麼 因為我實在怕繳稅 你不會這樣嘛 是不是 有人會這樣嘛 所以你為了稅 為了不繳稅而放 不上班 對不對 不領薪水 會有人這樣嗎 不會嘛 但是你領的薪水 真的就是要去繳嘛 事實上從另一個角度 你領的股息你去繳一點 就像你領的薪水繳一點 然後你會因此而不要領薪水嗎 不會嘛 對不對 我們也是繳了一輩子的稅過來的嘛 對 所以不要為了 為了躲稅 然後獲利沒了 尤其今年又比較特殊 就是相對的在高 很多加速要除息之前 有一些股價早就已經先除息了 好像除息了 對 其實如果投資人大概仔細觀察 像最近有一些 即將除息的股票 它股價會先稍微下跌喔 那其實代表怎麼樣 市場的氛圍是怎麼樣 有一點氣息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剛剛炫哥有講 就是說到底要不要參與除全息啊 是個人的意願了 是的 這是沒有問題 但是呢 事實上也隱含說 如果台股這裡的位階啊 是相對低的話 我們待會可能會提 那未來填全息的機率是不是會比較高 其實如果用這樣的一個邏輯上面來看 應該是對的喔 所以剛剛炫哥也提到說 可能未來填全息的機率高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位階夠低嘛 那當然其實今年我覺得很重要 也很特別的一點是什麼 你不能阿狗阿貓都跟他除全息啊 這個也是 這個不僅是今年 每年都要這樣 對 看清楚 因為基本上如果投資人想要除全息的 大概都會比較想怎樣 中波段的投資嘛 是的 所以我倒有幾個建議喔 跟幾個方法 就是說你要不要參與除全息 有幾個重要指標 第一個我覺得既然是一個中波段的想法 產業前景一定要大概了解一下 對 產業前景 就是說那產業前景到底好不好 最近就重點開始什麼法說會等等 你稍微看一下公司派的schedule 以及他未來的展望 如果說公司派展望得不錯的話 其實是比較容易有機會啦 那而且在過去的經驗啊 在多頭的個別股比較容易填全息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填全息 不要找那種空頭的股票 因為空頭的股票坦白講 比較難填全息 我覺得是第一個 產業前景 第二個 位階還是滿重要 就是說有一些股票它的位階 我們講的位階是中期的位階啦 你說短線要是已經長很多那種 我們說真的 也是要個問號 對 那我們是比較喜歡中期位階 有打底 然後中期位階 不算太低 太低的你也會害怕 太高你也會害怕 所以中位階的 中期中位階 我覺得這個也是考慮的範疇 那最後一個 其實剛剛宣哥也有提到 就是說可扣的稅額 其實對我們一般人來講 其實說真的 影響不是這麼大 但你最好還是找那個什麼 可扣的稅額的比例來講 比較高的 高一點 就是它有 重視它減半了 對 還是要 那減半是沒有辦法 但是它可扣的稅率 有一些比較高的 其實會比較划算一點 那我覺得 大概依照這樣的一個步驟來選的話 不用那麼害怕 就是說 哇 股票要除全息就趕快賣掉 我覺得不用那麼害怕 台股這裡 其實你說它爛了 它真的是叫夠爛了 真的 夠爛的意思就是說 痞疾會太來 所以我覺得說 在這個節骨眼 大家都覺得說氣息氣息 你不妨去反向思考 是不是台股未接低 挑一些好的 去參與除全息也是不錯 它的利多就是夠爛了 也是利多 對啊 其實我做 像我發現我媽媽 每年最快樂的事就是領全息 對 比兒子都還可愛對不對 領全息 每年他關心的就是說 哪一家又要配多少了 要配多少 就領全息 從來不會想說 我要多聊2% 要不要填全息 為什麼 要不要出全息 沒有那個問題 因為我媽媽已經出了一輩子了 出了40年了 對 所以每年 每到那個時刻 就覺得好高興 很期待 今年又可以領一筆養老金 對 本子一刷 比看到兒子還可愛 你拉得長 你把那個東西拉得長 他以前有個故事 我們在節目當中披露過對不對 國泰金 而且他那時候還不是買一張 是買幾百股 一百股 7萬塊買一百股 對 那以前我簡單概述 7萬塊買一百股 然後在1000多塊的時候賣掉兩張 就可以買一棟房子了 對不對 因為那不是很只 就是一般的那個房子 就可以買一棟房子 然後剩下到2000塊 也不知道要賣 因為不需要錢 不知道要賣 就一直報 報到現在 你知道這樣有多少嗎 有100多張 100多張好 今年配兩塊對不對 你就20幾萬對不對 這不是很好的一個長期投資的 的範例嗎 對 起家多少 7萬對不對 你這40年你本來領掉 領到的你不是都沒算的 絕對不只7萬 沒分的 那不是就是一個活生生的養老金嗎 你怎麼會在乎2% 健保或者要繳稅 就沒有那個問題 長期投資 對 OK 所以呢 再次希望投資人能夠冷靜的來思考 是否參與這個除全息 我講這個例子 很多很多投資人都覺得 哎呀好羨慕 哎呀我也這樣 7萬塊我也有 我還70萬700萬 應該是民國50年左右的 對…民國大概50幾年 5、60年那時候就要投資了 對 但是你看這樣過來 很多人很羨慕啊 但是投資人你知道嗎 報40年那不是一般人 你報40天我就很佩服你了 不要報40年 那個是心中無股票 所以林媽媽雖然不用說 一定要跟八神比 但這樣就很快樂了 對 對不對 對 這樣的投資 而且是 謝謝 算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比我在那邊看來看去看來看去 要高明 那我們也再次跟大家說啦 因為其實這個健保局 也是因為剛好去年啊 這個已經公佈從今年開始 可扣底稅率減半 因此很多公司在去年很認真的配 才會得到這麼多的2%的稅啦 那明年開始我們也不可能這麼愛健保局 或者愛健保了 跟大家來做一個提醒 因為去年是比較特殊的一個現象 很多公司都紛紛把這個高股息把它配出來 那今年的相對的金額就沒有想像中去年來的怎麼搞 所以每一件事情要想清楚 而不要被市場所左右 因為是你自己的口袋為自己來負責 那下階段回來台股非常破壞完成了嗎 就要嚇到你覺得不可思議的非常破壞 但看看今天的一個露股 那個才叫嚇到不可思議的破壞 但是呢這個露股震盪 今天跌停的加速又相當驚人 我們馬上回來 梅伊曼林公佈7月全球基金經理調查顯示 受到希臘籍露股震盪影響 投資人對於全球信心是極的下降 而且普遍預估美國升息的時程 將會遞延到第四季或是更晚 大陸國家統計局公布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 維持7%的增長幅度 與第一季相當 而整個上半年的經濟增長也是7% 而兩季相加整個上半年大陸生產總值 達到29.68兆人民幣 大陸紫光集團傳可能併供美光公司 全球工總理事長許勝雄認為 這件事不易坦承 但是如果坦承會對台灣產生重大的影響 台灣應該壯大自有資本市場 法人圈傳聞可承在iPhone 6s的材料處理 有問題而停工 然而可承的發言人強調這是假議題 公司對於新產品的掌握度高 而且對下半年的展望不變 也對每年此刻都遭到流言攻擊 感到非常無奈 東北表示LED產業第二季需求已經見底 第三季在背光以及照明產品需求逐月增加之下 LED的產業渴望恢復成長 東北第三季將提前推出高性價比 更具有成本競爭優勢的新架構產品 因應市場變化 三 新今年積極推動產品升級 大幅提高4K面板的出貨比重 4K的能見度是越來越高 而產業分析師預估 台灣廠商相關供應店 例如友達跟群創 都有機會進一步深化合作契機 外資大摩出具最新台股策略報告表示 儘管總金表現不理想 可能影響台股走勢 但是台股相較於其他鄰近股市 還是具有優勢 建議投資人選擇具有長期 且成長動能的產業 避開曝顯中國比例高的產業跟公司 較青睞日月光 奇邦 玉山晶 元大晶 台灣大 和泰車等18檔個股 但認為中概股有可能會成為壓盤角色 伊朗跟國際六強取得核子計畫協議 國際原油因此掀起一波新的價格壓力 然而花旗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卻指出 伊朗石油回歸國際油市之後 並不會帶來太多衝擊 而原油期貨應該也不至於出現太多波動價格 如果有關的片司機 我們要來坐ials 我們就要來坐